日前台中一名送信男子开车在家人到花莲旅行 没想到行经台拔县匡路隧道口石 也是因为眼睛一时无法适应突然变暗的光线 导致车辆右侧不慎插撞到隧道壁当场翻覆 好在车上四人没有大碍 远近与热习民众使出洪荒之力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将侧翻的小客车顺利反正 紧接着一伙人再次合力的将小客车从隧道内慢慢往外推出 排除翻覆事故 这起惊险的翻车意外发生在台八线116.9公里 20号早上11点45分 65岁的送信男子带着全家大小从台中出发 前往花莲游玩 准备开进匡卢隧道席端入口时 疑似因为从明亮处进入较暗的隧道 导致送信男子的瞳孔放大 视线变得模糊 造成车辆右侧不慎插撞到隧道壁 最后往左侧翻横躺在隧道内 幸好车内四人均无受伤 事后在现场工人和游客的合力协助下 将翻覆的车辆推回原状 并且移回到空旷处 交通得以恢复顺畅 事后相关单位将针对隧道内设置 照明设备或反光标志 也会与路权机关进行会刊 借此改善拥入环境 减少汗事发生 记者林千亿 徐利勤 华联报道